记者陈云桃园报道,国中教育会考周六日登场,桃园考区有23515名考生,除了177人申请特殊考场,其余学生将分散于19所高中职应考,考试期间全面开放冷气,周五下午3点至5点开放查看考场。 桃园市政府教育局提醒,根据全国性的会考市场规则,补习班文宣品不得带入考场,很多人进考场前,见补习班业者发送笔、持等文具,顺手拿来用,或放电板时不慎先到试题,这两项都是经常被忽略的扣分项目。 要特别注意,今年承办桃园区国中会考的难看高中校长谢锦云说,国中教育会考成绩占桃园区免试入学超额比序积分的33分,其中有国文、数学、韩非选、英语、韩听力测验、社会、自然等五科30分,即写作测验成绩3分,6月8日即发成绩单,并开放网络查询。 今年预计有25169的就学名额,比考生还多,请大家平常新应试,教育局国中教育科长蔡盛贤指出,国中教育会考试场规则依严重程度区分类别,第一类严重舞弊会直接取消考试资格,第二类该科不予计分,第三类为规计点,每计一点会扣总积分0.33分, 以此类推,教育局归纳指出,去年陶联考区考生常见为规行为,诸如提前翻阅试题,于考试时间内携带教科书,补习班文宣,计算是非应试用品,行动电话及电子表发出声响等都很普遍,都是上百人。 蔡盛贤说,特别容易被忽略的是,很多人进考场前,拿到补习班业者送了文具,就顺手带进场用,但只要上面写有logo等文字,就是违规扣二点。 学生被扣分常常觉得冤枉,在提前翻阅试题方面,很多人因为急着先把电板放在桌上而物先试题本,另外,钟声一响起就必须停笔,否则也会扣分。 记者查阅今年大学学测,指考简章,发现没有明文规定不得携带补习班文宣品进入市场,但不能携带含有相关文字或符号的物品。 蔡盛贤解释,这项规定已行之有年,主要是担心补习班业者文宣品上映有考试相关内容,造成考试不公平。